今天我就来到一个 已经有超过50年历史的 港式老牌西餐厅 在这里吃港式西餐就最适合了 让我看看餐牌 咦?那么多汤? 这个名字可能你和我都没听过 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点一个来试一下 这个汤和一般传统的西式忌廉汤很不同 它有很多材料 里面有蟹肉 也吃到一些杂菜丝 咬下去的口感很丰富 而且它这个底部加了南瓜 所以你看到它是金黄色 令整个汤的颜色非常丰富 平时可能看到杂菜 通常会是我们中式煲汤 或者可能罗宋汤才会看到 在忌廉汤来说 我真是第一次试这样吃 原来金必多汤 另外又有一个英文名叫 Million Dollar Soup 又有金又多钱 这个汤又像中汤又像西汤 而且名字又这么有意头感 究竟为什么香港人会发明这款汤呢? 其实豉油西餐 最早是在广州而来 有餐厅的厨师 在洋行里学到西式的烹调方法 然后用中式的酱油去调味 所以中西合璧之外 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豉油西餐 说到豉油西餐 我们不能缺少的就是 节日吃好东西 吃好东西里面 就会提到金必多汤 金必多汤的金必多 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是来自英文的Camberdon 就是买版 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介 意思就是在华商里面 和西方的商人中间 去做一些买卖赚钱 所以金必多汤 正正结合了中式和西式的饮食文化 中式里面就会加了鱼翅 西式里面就会加了白汁的汤底 所以在这个汤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中式和西式 两种食材混合的 中西文化交汇的特色 一款这么有典故的汤 当然要找一位同样了解 港式西餐厅文化的Dixon 他自小就在港式西餐厅工作 对西餐厅的文化 可以说是疗如指掌 就等他和我们分享一下 港式餐厅的历史 所谓的食油餐厅 我们所谓的餐厅 有分泥汤 有分罗宋汤和忌廉汤 这两个是主要的 其他的海鲜汤、牛尾汤、洋葱汤 那些属于散餐叫 一边就来一个做一个 如果有些特别节日 有些人就做金必多 鱼刺忌廉汤 还有有些有时做一个海龙黄汤 或者做一个叫龙虾汤 那你当作一个大节日 就一个特别一点 就做这些这样的汤 说了这么久 就等Dixon示范一下 究竟金必多汤是怎么做的 我们今天做的金必多汤 就是用南瓜金必多汤 有些南瓜蓉 还有杂菜 还有些蟹肉 先拿多些面粉 面粉 是 是 其实金必多汤 根本是一种忌廉汤 那时候很流行用鱼刺 金必多汤 为什么呢 觉得大节日里 像圣诞或者情人节 觉得这个汤 就叫鱼刺 就觉得是一种名贵的 尤其有些人改了一些蟹肉 因为可能就是环保的问题 然后先拿鸡汤 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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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汤我们全部放下来 全部放下来 成为我们所谓的忌廉汤底 接着我们就加一些蟹肉 蟹肉 加一些杂菜 就成为这个金必多汤 它的金必多汤 本身的材料就是用杂菜做的 为什么用杂菜呢 因为杂菜的颜色更漂亮 有些芹菜 有些萝卜丝 有些萝卜丝 还有椰菜丝 这样 其实港式餐厅人与人之间 是一种联系 为什么呢 其实是一种感情 很多时候客人都是 我们回头回头 怀疚一下 我的心态 是我爸爸叫我回来做 还有一种 在我责任上 还有一种成全 我自己有个责任 令他继续 在香港可以继续做 继续做